提到游戏本 尤其是高端游戏本 这Alienware是一个你很难绕过去的品牌 实际上游戏本这个品类 就是在20年前由Alienware创造出来的 而在历史上 Alienware也曾经推出过很多的经典机型 引领了游戏本的变迁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准备了很多的大家伙 咱们一起来上手一下 看看Alienware的历史上 或者说游戏本的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产品吧 我们的故事要从20年前说起 你眼前看到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台游戏本 2002年的Alienware Area 51M 我非常幸运地从一位粉丝那里借到了这台传家宝 你说现在哪还能借到这种机器呢 你就看看这造型 亮绿色的金属烤漆 夸张到极致的大翅膀 如同异形的血管一般 生怕别人不知道它的特立独行 这传承至今的外星人logo 双眼间还亮着悠悠的信仰灯 咱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内部做工 聊一聊配置吧 你看看这散热模具 这散热模具 哎呀 看着很原始啊 显卡甚至用的是一块铝块在散热 对比一下今天的模具 你还是能看出20年间散热的进步的 我这台是2003年款 底下压的是奔斯3.2G 配上FX5700GO的显卡 2002年的最早一代用的是ATI的Mobility Radiant 9000显卡 当时的老黄和ATI都是刚开始做笔记本上的高性能独显 在此之前你是根本无法想象能在笔记本上玩大型游戏的 所以这台搭载了ATI独显的Area51M问世之后 就连游戏界的大佬约翰·卡马克都被这种叫做游戏粉的新产品大加赞赏 认为能在笔记本上运行像Doom 3这样的游戏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03年的Area51M也是最早一批可更换显卡的笔记本电脑 由于当年的老黄FX5000显卡不够给力 很多买了这台NV版的玩家 后来都自行去升级了ATI的Radeant 9700 这个9700比当时的N卡要强很多 笔记本的用户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台式机一般的可玩性 其实就算是这台机器里搭载的FX5700 GO也已经挺不错的了 因为我运行了一下当年的大作GTA罪恶都市 即便我们满分辨率也就是1680×1050运行 这台Area51M也能跑到45帧左右 在当年主流的1024×768分辨率下更是能跑到80帧以上 要知道这个性能要是再换上ATI的Radeant 9700 没准连山安吉列斯都能开满分辨率呢 时间来到2006年 戴尔收购了Alienware 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实在收购Alienware之前 戴尔自己也在做发烧级的游戏本 A面的碳纤维纹理加上夸张到离谱的光益 在你关灯之后泛出悠悠的蓝光 哇 格外酷炫啊 当你掀开这台机器 你会发现更特别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战术小屏幕 可以显示各种游戏中的参数 而在机身的侧面 甚至还有一个遥控器 你可以用它来控制电脑的媒体播放 各种奇怪的小功能真的很多啊 这两台电脑在硬件配置上就更有讲头了 因为它们是最早一批用上了双显卡SLI的笔记本电脑 在0506年的时候 双显卡在桌面端都还是稀奇玩意儿呢 Alienware已经率先在M9700上实现了双路Go7900GTX的SLI 你看看它们当年的广告词就是2比1强 我手上的这台是07年款 显卡已经更新为了双路8700MGT 也就是台式机的8600GT 后续版本甚至能选配G92核心的8800MGTX 哎呀 这是怀念单热管就能压住高端显卡的日子 在双MXM插槽的帮助下 笔记本干旗舰台式机在当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不过Alienware这台还不是最骚的 你应该来看看XPS的这个显卡 当你把机器拆开的时候 已经有点迷惑了 诶 这个位置是显卡吗? 怎么这个长得这么奇怪呢?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显卡从主板上取下来 它是BTB连接的 而当我接下它的散热器的时候 我去 我了个去 你见过这种东西吗? 你见过这种东西吗? 以及本上的双新显卡 两颗G84核心中间连着一个桥接芯片 这玩意儿甚至还有G92的版本 双新G92移动双新卡 我这辈子就见过这么一款啊 太骚了 这种野鹿子你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见到了 接下来的这两位嘉宾 大家就开始比较熟悉了 这是M17X和M18X的第一代模具 09年推出也是Alienware第一次进入国内市场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时候我上学会经过上海的百脑会 然后他们就会挂着这个巨型的Alienware的广告 然后上面就印着这个机器这个模具 我那时候觉得好酷炫啊 然后翻一翻这个微型计算机的杂志 也是天天翻到这个广告 对吧 心心念念的就想要一台这个机器 太漂亮了 可惜它有点贵 学生实在买不起 太穷了 不过第一代的M17X能成为很多人的梦想电脑 也不是没道理的 它的设计比当年市面上的其他游戏本 精致了很多 一看就是高级货 高端产品 之前很多使用塑料材质的地方 也全都换成了金属 烤漆也花了更多的心思去提升质感 再配上相对简洁的A面设计 少了几分夸张 但是做工细节更好了 看起来是干净利落的很多 这游戏本终于也算是有点高级感了 上得了台面了 但是这懵骚的部分 它还是没有放过 新设计的像跑车进气口一样的喇叭出声口 配合新加入的RGB跑码键盘 对 这个应该是第一代有RGB键盘的Alienware 反正你想要笨低嘛 它也能给你笨得更炫 配置上 这个时期的Alienware也还是延续了传统艺能 你只要预算足够 随便你拉到顶 尤其是M18X一直都保留着双显卡的特性 我们这台M18X已经是比较晚期的版本了 搭载了可超频的i73920XM 加上两张HD7970M交火 得益于GCN架构的长寿 即便放到今天 它仍然可以玩得动一些最新的大型游戏 而且我很喜欢这台M18X的一点 在于它的接口真的是全的离谱啊 VGA、HDMI、DP三个视频口全都支持 光驱、Express Card、SD卡、4个USB、eSATA各种音频口 最最离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台机器有一个HDMI硬 当年的Alienware是自带视频输入功能的 你要是玩游戏机的话 直接接在笔记本的屏幕上就可以显示了 哇 这个实在太骚了 可惜这么强的功能 现在在笔记本行业里反而不多接了 我倒是觉得能够自带视频输入功能 支持在笔记本的屏幕上显示游戏机的画面什么的 有的时候倒还是挺有用的 从这个时期往后 Alienware就开始做一些差异化的产品了 最经典的就是我手上的这台M11X 这是一台11寸的轻薄游戏本 在此之前游戏本全部都是傻大黑粗的 轻薄的小机器里面很少有人愿意塞毒显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光区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件 你玩游戏总得插光盘 对吧 而直到2010年左右 时机终于成熟了 大家都开始用Steam这样的平台下载游戏了 于是才有了M11X 我这台是第三代 搭载了GT540M的显卡 你别看它的身材这么小巧 就算玩当年杀手级的游戏 战第三 也照样不在话下 咱们在1366x768的原生分辨率下 开到低画质也是一样可以流畅运行的 这样一个独特的迷你游戏本 对于当时出差也想打游戏的同学来说 那是相当有杀伤力 小型游戏本这条产品线在Alienware也是得到延续 2014年当Alienware再次换模具的时候 他们推出了这款Alienware 13 新一代的模具在外观上更现代 更硬朗 更有科技感一点 少了一点炫 多了一点酷 这台13寸的小电脑 也是Alienware历史上最轻的一台机器 重量压到了2公斤 比M11X还要轻一点 为了做到这种便携性 配置上是有所牺牲的 用了一颗低电压处理器 但显卡倒是还不错 提供了一颗GTX860M 当时非常靠谱的一张笔记本显卡 发热又低 性能又强 所以这台小电脑玩个GTA5什么的也是轻轻松松 Maxwell架构的显卡还特别能超频 我高中毕业用的就是这个860M 当时拿这个卡刷BIOS超频折腾了我一整个假期 我觉得比我自己台式机还好玩 而且这一代的Alienware还引入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接口 就是这个显卡拓展屋 当时还没有雷电3拓展屋呢 要想外接显卡 你可能得把底壳拆了接到这个mini PCIe上 特别麻烦 Alienware就是在那个时候推出了自己的外接显卡接口和显卡拓展屋 我当年还买了这玩意儿 那个时候我们的绰号叫骨灰盒 这个应该是最早一代支持PCIe 3.0x4的显卡拓展屋了 这个产品配合体型小巧的Alienware 13 但想法也是挺新颖的 就是你出门在外可以有便携性 回到家之后就可以接上最强的显卡打游戏 一台电脑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使用场景了 在Alienware这个拓展屋带动下 后来雷电3出了之后 各种各样的游戏拓展屋也都慢慢涌现出来了 这也算是近年来游戏本比较大的一个创新了 这一套14年出品的荧光闪闪的模具 在16年的时候得到了一次改款 logo的设计做了一些扁平化的处理 然后一些细节上也做了调整 这一代我觉得比较酷的一个设计就是侧面的这个光条 银色金属配上蓝色光带 很容易让我想起一个片子就是《创战记》 尤其是关灯之后你把屏幕掀开 有那味儿了 我在这个时期用的比较多的是一台Alienware 13的R3 你们有的观众可能见过我那台机器 之前抽奖已经抽掉了 往一个13寸的笔记本里塞了标压U和1060的显卡也是蛮极限的 而直到今天 Alienware仍在走的这条极限的道路上 比如我手上这台最新的M15R4 这是一台美合金材质打造 不到20毫米厚 两公斤重的15寸游戏本 却可以塞入标称125W的RTX3080 外观上我觉得现在这个新模具的设计也特别有科幻感 在我看来最帅的是出风口的这一圈 蓝色的无线环形蹲带 配上被官方称为星辰的这个黑白亚光配色 感觉确实就像一艘未来的太空飞船一样遨游在星辰之间 而且轻薄归轻薄 Alienware的机器有一个方面从来没妥协过 就是键盘手感 M15R4的这块键盘是和Cherry共同开发的X型OE式机械键盘 建成1.8毫米 手感有点像Cherry的矮轴吧 更不用说AlienFX一开 想要玩灯的同学还是可以照样玩 性能方面 这一台M15R4的RTX3080也足够强大 Time Spy图形分12000分以上 已经超过了台式机3060Ti的水平了 甚至还能选用自动超频预设跑到12600分 为了在一个轻薄的模具里压住3080 M15R4的散热用了均热板 浮以一根8毫米、三根6毫米的热管 这个方案和傻大粗的机器比起来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在轻薄游戏本里已经算是比较给力了 再加上这一代的温控上限可以达到100度 所以实际的性能发挥还挺激进的 我们还在性能模式下跑了3DMark的压力测试 帧率稳定度98.4% GPU最高74度 跑3DMark的时候3080的功耗能跑到130W以上接近140W 难怪分这么高了 这套模具算是能勉强压住3080吧 对于那些又想要轻薄又不想要牺牲性能的同学来说 这M15 R4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Alienware的天猫超频日也即将到来了 Alienware外星人旗舰店 千元降价优惠加24C免息 更有星际机甲定制礼盒赠送 赶紧去看看吧 好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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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